禁止废话 一吨一百块钱人民币和一百吨一元人民币哪个更值钱 一吨的一百元纸币是八千六百九十五万元 一百吨一块钱人民币是一亿三千四百五十八万元 中国有一个地方专门产富豪 你知道是哪里吗 是广东潮汕 像我们熟悉的李嘉诚 马化腾都是潮汕人 包括泰国富豪榜前史 曾经有八位都是潮汕人 吃瘦子的史真的能变瘦 2011年 日本科学家池田光行研究出使用粪便 并证明可以变瘦 你知道日本漫画里的人物都是参考什么画的吗 据说是参考猫咪的轮廓画的 你觉得我国的身份证号会有被用完的一天吗 不会 想要身份证号被用完 就需要在某一个区限内 同一天至少要有一千个孩子出生 勾勾之后 一定要记住哪个号码 要记住12308 这是我国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的 24小时应急热线 如果在海底生活95天 身体会有哪些变化 2023年 美国科学家迪图里 就住进了水下30英尺的海底小屋里 等试验结束后 发现不仅身体年轻10岁 身高还缩短了1.3公分 你知道地球上最偏僻的地方是哪里吗 太平洋上的泥墨点 距离这个地方 最近的人类 是国际空间站上的宇航员 原来火化炉也是分等级的 普通炉 豪华炉 砖人砖炉 最后是自检灰炉 是火化炉里最高等级 价格也是最贵的 死亡400米为什么被称为 田径项目中最难跑的项目 因为他既有前100米 对无氧爆发能力的比拼 又有中间200米 对有氧耐力的极致考验 再加上最后100米 在心肺功能到达极限的情况下 还要用仅存的意志力 控制自己百臂冲刺 86版西游记中 唐森的扮演者有几个 有6个 分别是汪月 徐绍华 池仲睿 蔡远航 王磊 胡文倩 妖怪跟妖精有什么区别 长得像人的是妖精 长得不像人的是妖怪 为什么老历史在全球都是印童 品牌宣传做得好 不过确实硬 为什么逛博物馆感觉特别累 因为博物馆里展品多 眼睛和大脑需要短时间 处理太多信息 加上噪音 闪光灯的干扰精力 就会急剧涣散 空调流出的水比空调还值钱 他的专业名称叫冷凝水 是中性水的一种 不含杂质和任何细菌 非常干净 男女混住的火车卧铺 为何不按性别分车厢呢 因为火车上男性占比多 如果分开会导致男性车厢爆满 女性车厢空欲 明明水是无色的 为什么裤子打湿后 颜色却会变深呢 因为衣服变湿后 可能会发生拳内反射 导致进入眼睛的光线减少 武大郎的收入在宋朝算什么水 当时宋朝的士兵 月工资折合人民币 也就一块钱 而武大郎卖烧饼 大约月入十块钱 难怪潘金莲会嫁给他 历史上差点统一世界的三个人 拿破仑 希特勒 成吉斯汗 我们如何才能自测自己的素质高不高 根据大数据分析 当你打开输入法输入SB 没有出现脏话时 说明你素质较高 我请不吝点赞花 接着 请不吝点赞 zaczy